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莉 今天晚上我可能要化身为一个感情播主了 因为最近有太多的粉丝私信 我收到的私信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哎 小莉姐 你为什么每天都那么快乐 说句通俗的话 就是你为什么听见都能哈哈哈哈 其实我特别愿意去给大家分享一些快乐的秘诀 我给大家分享一段话吧 我翻了翻我以前就是刚大学毕业的时候 那个QQ空间里边我翻了一下哈 你知道你为什么不快乐吗 因为你总在期待一个结果 就比如说哈 看一本书你期待它能让你变深刻 然后你正在运动节食减肥 你期待它一斤一斤的瘦下去 于是你就一直不停的上乘 你每发出去的任何一条信息 你就期待能得到及时的恢复 还有一条就是 哎 怎么说那个还真的特别好 就是说你对别人好一点 你就期待能得到同等的回报 不管对方那个人是朋友 是家人还是同事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 你每发一条朋友圈 或者是抖音也好啊 现在都发抖音了 就是会期待有更多的人去关注我们 然后点个赞了 发个评论了 就是我们的期待 如果是说都能得到回应的情况下呢 那么我的心情就会特别特别好 但是如果是说我的期待 就是有一点点的没有满足我 我可能就是心情可能就会荡下来 有一点落空 但是宝贝们 不是所有的期待都会有结果的 其实很多时候啊 我跟颜哥也会探讨类似的问题 那么我当时我 其实当时我就说他 我说那如果我对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事情都没有期待的话 那我活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什么意思呢 颜哥就告诉我说你要对能回应你的人有所期待 就是他必须会回应你的 于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就找着了两个人 一个是我弟弟 一个是我老公 因为我说干嘛干嘛 你就必须干嘛干嘛 如果你不回应我 我就跟你吵架 然后我会直接告诉你 而且这样的人呢 你怎么吵他也不会走 所以说啊 期待少一点 快乐就会多一点 要求低一点 可能活得就会久一点 这个就是我今天主要是给大家分享的 希望呢 就是大家能从短短的一些话里边 能悟出来 因为我们年龄都不小了 像我 我都期待能关注我的人 都是30岁左右 或者30岁以上的人 或者25岁以上 然后40 50岁以下 然后这样的人 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生活经历 共同的身边就是这种人物关系啊 这样的情况下 可能同样能激励我的话 也能激励到大家